这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撒了一泡尿下去 竟然发现一座金山 价值一千亿枚刀 他叫约翰 来澳洲的荒漠旅行 他看向远处的司机老王 犹豫了两三秒后 还是决定 呼叫老王过来 老王是本地人 这里有黄金 不会吧 老王也很诧异 真金不怕火炼 老王用打火机开烧 要使颜色变成黑色 就证明是假的 结果金主人就金灿灿的 天哪 竟然真的是黄金 下一秒 两人马上开完 大地敲这段轮 没想到这块金子 打得吓人 两人搬金子 用足了吃奶的力量 大金块都不动分毫 他们又是去花了五六个小时 居然都不见底 好家伙 这不是块黄金 简直就是一座金山哪 最少价值十亿美元 两人又赶紧换车拉 钢丝绳 一端绑住黄金 另一端勾住车 油门一踩 钢丝绳啪就断了 再是一次 钢丝绳又断了 天哪 这金山得多大 黄金价值 是按客机算的 看来 这座金山 最少价值一千亿美元 天色一反 两人听到狼叫声 他们升起了篝火 两人知道发财了 高兴地跳起舞来 冷静下来后 两人开始想办法 一个人看守黄金 另一个人 去镇上找挖掘机 看守黄金的人 一定不能让人抢住黄金 找挖掘机的人 一定要低调行为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金山的存在 否则一定会出人命 其实两人 也是第一天见面 约翰来旅游 老王是本地的防约车司机 两人在路上相处得并不愉快 还因为收音机炒了一架 约翰怕老王抢了金山 他决定看守金山 让老王去找挖掘机 老王同意了 然而 约翰真的看得住吗 天亮后 老王留给约翰 一桶水和三罐罐头 以及一台背信电话 多数的水 让老王带走了 说路上 要冷却汽车的发动机 要求约翰等他五天就行 约翰同意了 说完 老王扬长而去 第一天 约翰用沙子 将黄金埋延 生怕没人看到 然后把一块布 绑在树上 搭了一个小帐篷 约翰拿起微信电话试了试 您好 这里是大信转播中心 好家伙 说的竟然是普通话 看来 老王没有忽悠我 约翰找来大量的木柴 晚上盛起篝火 荒漠里的列狗 四处嚎叫 我能逼退大多的野生动物 约翰喝一口水 加吃一口罐头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 约翰被大太阳烤紧 拉爸爸时 没纸擦屁屁 他想用水洗 一想还是算了 水喝都不够 忽然 微信电话响起 裤子都顾不上来 就跑回去接电话 以为是老王打来的 结果呢 电话却断了 忽然 他看到不远处冒金光 他立刻赶了过去 这才发现 是假坠落的客机 他钻进机舱 坐上真笔作业 感觉无比舒适 但这个位置 金山被啥酒挡住了 约翰找拆下头儿提提 顶着烈日拖回营地 将小帐篷升级为小堡垒 而他的后镜 已经被太阳严重灼伤 第三天 约翰的皮肤逐渐腐烂 身上的疼痛感愈发强烈 浑身散发着臭味 更是将苍蝇吸引到脸上 这时 约翰突发迹象 就这样他 直接砸下一块黄金 就这块黄金 至少也价值一千万枚刀 够他下半辈子花了 这时 老王打来微信电话 传来一个坏消息 汽车引擎过着 给抛锚了 你再咬咬牙 多坚持一天 老王得知 约翰要拿这块金子走 老王赶紧劝他 竟然要抛弃一千亿吗 你可好好想想吧 约翰觉得 老王的话有道理 那就为了一千亿枚刀 再忍一忍 当天晚上 猎狗竞逼近他三米开外 要不是他拿火把防针 当场就得被撕成碎片 第四天 约翰逐渐烦躁不安 苍蝇更是围着他的头 不停地嗡嗡 第五天 约翰从震痛中醒来 他的皮肤磕烂得更严重了 他将剩余的水 倒进饮料瓶里 刚好灌满 但那三瓶罐头 已经全部吃完 约翰早就饿得 前胸踢后背 突然 有条小车路过子弟 约翰拿小刀 直接下了过去 却替翻了最后一瓶水 水只剩一个瓶底 约翰直骂自己是白痴 为啥不把瓶盖拧上 约翰拒取空罐头 贪婪地寻完最后一点肉汁 勉强撑过了第五天 第六天 约翰突然看到 有人朝他走来 约翰吓得立马躲进鸡舱 将黄金塞进包里 下一秒 生命人就蹲在机舱外面 问他在这里干嘛 约翰顿时又惊又歇 竟然是个妹子 结果一瞅妹子的脸 吓了一跳 长得是国泰民安 他立刻蹲下 铺捣起了铁片 妹子误以为 他是流浪汉 好尽给他食物跟水 他居然还不要 估计是嫌妹子长得不够漂亮 就在这时 妹子突然起身 转身朝金山的位置走去 约翰立马紧张了起来 然而 妹子是看到小堡垒 出于好奇才凑近看 但约翰呢被他吓得够呛 顿时情绪激动起来 快滚 别落烦我 妹子表示 你这么暴躁 是不是父亲藏了什么好东西 结果 约翰瞬间几眼 抄起铁销 竟然把妹子送去天国 约翰赶紧发坑 将妹子排进去 接着舔一波妹子的包 蛇肉配小酒 偷偷下肚 忽然 猎狗又把妹子刺咬出来 约翰急忙赶走猎狗 找了一堆树枝 将妹子活化掉 这要是被路人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他又瞒住了骨灰 必须不留一点痕迹 第七天 微信电话将约翰惊醒 老网友传了个坏消息 我搞到了玩具机 但他太重了 严重突破了速度 你要再整长一天 约翰差点就哭了出来 水已经喝光 吃的也吃饭 这一天可咋熬 就在这时 路上有辆旅行车时来 车上挂满各种物资 约翰立马钻出小堡垒 想拦下来求助 然而 当他看向金山 忽然心生犹豫 被发现 抢我的金山怎么办 于是 约翰就这么看着旅行车离开 只要再咬牙 坚持一天 一千亿没刀就到手 就这样 他错过了最后一次 被救的机会 约翰正前树枝 忽然挂起了沙尘堡 约翰扔下树枝 逃进了小堡垒 轻刻间 铁地就被陷飞 约翰吓得赶牛跑出去 四周黄沙半天 约翰瞬间就被冲倒 当他恢复意识 居然发现 自己躺在沙子里 一节尖锐的树枝 狠扎在腰子上 疼得他嗷嗷直叫 约翰趴在地上 一手扶着树枝 一手到处扒拉沙子 寻找金山 索性还是成功找到 约翰顿时放松地躺下来 只要金山还在 他就没白受这个罪 约翰拔出了树枝 血液顺时汹涌而出 他赶紧拿衣服包扎 戒指用打火器点着火 夹着罐头盖 烫紧得伤口直选 约翰疼到狗肚白沫 晕厥过去 突然有人为他水喝 约翰仔细一瞧 我却竟然是妹子 这是诈尸了吗 妹子表示 你见过姐姐吗 约翰这次还明白 原来是两个人 约翰瞬间原地是坏 妹子二号 以为他是个傻子 直接转身离去 殊不知 猎狗舔尸的这片沙土 就是他姐姐的葬身处 就在这一刻 狼打来微信电话 我快到了 你挺住啊 约翰激动不已 终于等到这一刻 然而 猎狗紧围龙过来 他还没经受到死亡的气息 约翰赶紧坐起来 催促老王再快点 突然 有只猎狗靠近 约翰的注意力被吸引不过去 另一只猎狗 瞬间吸引他的腿 约翰惨遭夹击 趴在地上追问老王 赶紧来救我 然而 迟迟没有回应 猎狗再度他的偷袭 约翰记得挥手一击 居然甩飞了微信电话 猎狗们发起了总攻 约翰再也无力阻挡 身体缩成了一团 猎狗一顿狂咬 约翰临终之介 还是思思盯着自己的金山 然而 没想到的是 这一幕 被山上用望远镜的人 看得清清楚楚 这人就是老王 原来 老王两天前 就已经赶了回来 只不过他没有去救约翰 而是藏在远处的山上 等约翰淡尽狼绝 好到死 如今的约翰已经凉透 老王开上小车 带上发掘机 开开心心去发金山 然而 刚下车 就被一转传心 老王也落地成河 到底谁射的剑呢 导演并没有给出 看来 贪婪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本片玩 本面叫绝心 本期问题 三样东西让你选 第一 智商180 第二 一座金山 第三 一群对象 选智商的扣三个一 选金山的扣三个二 选对象的扣三个三 做人做熊啊 都不能太贪心 一看约翰都快不行了 手中有一块大黄金 他都不肯去拦雾之车 来救自己 本来下半生 可以依实无忧的 结果为了整座金山 把命搭了进去 而老王呢 坏得很 害死了约翰 正所谓 恶人自由恶人中 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本面要看 欢迎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